1991年因为一群老鹰的消失 被称为老鹰先生的沈震中 他辞掉了十多年的教职生涯 开始长达23年的观察老鹰计划 生态纪录片导演梁杰德 一路随行拍摄 两个人展开一场互鹰之旅 几年来他们走遍了台湾和亚洲 调查老鹰的生存环境 他们甚至找出了老鹰死亡的原因 原来是行之有年的面鼠粥释放的老鼠药 纪录片老鹰想飞就记录下这一段感人的历程 由吴念珍担任旁白 许久没有录唱的林强负责谱写演唱主题曲 这部电影还在日本的世界自然野生生物影展 拿下了环境保护奖 只是要寻找一处适合翱翔的天空 就这么单纯的期盼 对生存在台湾的老鹰来说 却已经逐渐成为一个遥远的梦 导演吴念珍直谱的嗓音 带我们再次看见台湾 这是一位被称为老鹰先生的生物老师 沈正中与台湾黑鸢的故事 沈正中是台湾唯一全年甚至全天后 投入老鹰观察记录的人 他为老鹰写日记 并在过程中结识生态纪录片导演梁杰德 他们花了二十多年走遍台湾 跨越六个国家与地区 耗费七万尺十六厘米底片 与数百小时的数位影像记录 本来容易社会黑鸢是很多的 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变得很少 所以他想要知道说 这些黑鸢到底跑到哪里去 所以就到了前程去找 那其实沈老师他看黑鸢 就是他找到一个点之后 他就是一个板凳就在那边坐一整天 那我们拍影片也是一样 在沈正中之前 台湾完全没有黑鸢在潮中生活的观察记录 他观察到黑鸢会用各式垃圾 来构筑鸟巢 包括坚果壳 塑胶带 越是青壮年的黑鸢 鸟巢越是琳琅满目 用来作为能力的象征 其实像沈老师讲说 会玩的动物是有智慧的 那像黑鸢就是很会玩 他们是就是找到一样东西之后 是数字他们会在空中丢来丢去 比如说我就挥一挥 我就把它丢了 然后另外一只就回去把它捡起来 那有时候是很多只会一起玩 有时候自己一直也会 在文献记录中 19世纪时黑鸢遍布台湾各地 但今年统计 全台只剩下300到500只 是珍贵稀有的第二级保育类动物 神圣中与梁杰德在亚洲邻国调查 却发现黑鸢大幅减少的情况 仅在台湾发生 比如像香港跟日本 这两个地方是非常发达的一些开发 就是开发已经完成的一些国家 那我们去这两个地方看的时候 发现日本农村里面 还到处可以看得到黑鸢 香港那边比我们小 小非常多 可是香港的黑鸢的数量 我们第一天在一个山谷里面 就看到一千多只 然后在尼泊有一棵树上 我们就那时候防昏 就是防昏的时候 有一棵树上有碎了 大概将近400只的黑鸢 然后那时候我们台湾调查的 黑鸢的数量还不到200只 所以那棵树上是我们台湾 黑鸢的两倍 2013年黑鸢保育的接班人林慧珊 有一项惊人的发现 所以他们是急性 就像是喝农药而死这样子 像这一支是像死亡的冯修 屏东科技大学 鸟类生态研究室发现 台湾农田每年固定施药 灭属灭鸟 导致将腐肉动物尸体 当主食的黑鸢 数量大幅降低 无法成长 任慧珊到处演讲宣导 让越来越多农民改变更做习惯 农委会甚至取消了全国灭属州 不再密集施药 这是以省政中为首的300人团队 给黑鸢的第一份礼物 他这份无私的付出 为了支持关怀 跟我们一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 另一种生命 他的名字叫做黑鸢 记录片老鹰赏飞 邀请吴念珍配旁白 林强谱写演唱主题曲 他们都是被这群人的执着 付出感动 加入帮忙做义工 我们主要是想说要让人家了解说 这种鸟是跟我们人生活在一起的 可是他们现在面临很大的生存困境 我们有一句话叫 今日鸟类明日人类 那今天黑鸢会碰到这个问题 代表明日人类也会碰到这个问题 黑鸢生存的环境 同样是台湾人生活的土地 梁杰德透过影像 诉说这段延续超过20年的故事 期盼找回人对动物环境的尊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